有这样一种食材只在每年冬天出现 带给人们温饱 不仅好吃 家家户户还都吃得起 都不算西洋玩意儿 对不对 随时随地都能吃到 它就是炖菜的最佳搭档 冻豆腐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了解藏在冻豆腐背后的故事吧 健康饮食 服从口入 大家好 我是王振华 首先请出大家的老朋友 终于养生养师 铁峰老师 振华老师您好 铁峰老师好 同时欢迎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 那位老师 潘阿姨 给我们看个好东西 给我们带好东西来了 从哪儿弄来的这事啊 看 我跟你说啊 莫凡 东西是好东西 来路不正可不行 这 这还有来路不正的啊 相当正 是这样 这个是我在家里啊 就是动了足足有九九八七七六 就 嗯 细细四十九天吧 这个冻豆腐得冻四十九天 冻成这样 阿姨 你就愿陪他玩 是不 不是 他怎么冻这么长时间呢 他那话还有准啊 也是啊 一宿就冻成这样啊 哎呀 行啊 莫凡现在也不白来了 可家里都知道做好冻豆腐给他带来了 就是想听我们讲冻豆腐呗 对 李博老师您还真得讲一讲 要不然咱们是不辜负人莫凡一批心 嗯 要不一会儿画啦 好不容易带来的 是不是 嗯 这 这 其实是这么回事 嗯 之前吧 出去吃饭嘛 嗯 点的那个冻豆腐 嗯 我吃的时候感觉味儿不太对 嗯 就是说不上来 就有点怪味儿 嗯 当时吃的 这个事儿要说就有经验 嗯 首先呢 咱得假定 你吃那个冻豆腐没坏 嗯 就是正常味儿 对不对 正常味儿 味儿要是不对的话 嗯 你吃之前你说没化 我不知道啊 就上来就吃 他那嘴唧还 他不抖 他还能等到化冻 不是 这化为化妇 没冰桃吃了 肯定有不关系 是不是啊 你这冰坨子谁好吃的 照样吃 那不能 那倒不至于 那倒不至于 化了 那肯定是化了 我不能像正华老师说 我吃个冰坨子 化冻了 但是有怪味儿 嗯 这我要一说啊 你怕也正华老师都能 都能知道 冻豆腐 你要是化开了之后 还有怪味儿 说明什么你吃之前 你没过过水 哦 我给你们解释啊 你正常冻豆腐 解冻之后吧 都得拿开水过一遍 哦 把那个豆腥味去一去 嗯嗯 要不然的话你直接 切成片 你切成片 你直接做的话 嗯 它可能 有股卤水味儿 啊 或者是豆腥味儿 嗯 就口感不那么好 这个铁锋老师这个说法 我同意啊 嗯 像咱们以前吃的那个 别说是冻豆腐了 就冻柿子 嗯 冻秋梨 对 都得缓过来 是化冻了才能吃 嗯 你像莫凡说 拿来就吃的肯定有一股这个 这个卤水味儿 嗯 而且这个冻豆腐化冻了 还要 得用开水烫一遍嘛 对 嗯 再挤干那个水分 对 才能下锅 对 而且我觉得现在用冰箱冻出来 这个冻豆腐 我老感觉它差点意思 嗯 我就这感觉 老是觉得没有咱们原来 那个冻冻好吃的 是 冰箱冻的 哎呀 就是真是这样 嗯 可能有的人觉得 上了岁数人嚼勇嘛 嗯 不是 它跟小时候那味儿真不一样 对对对 那个 这个小时候吃冻豆腐吧 反正也得是上秋 嗯 入冬了 对过年的时候 老师也没有冰箱的 是 冻豆腐都是大豆腐 在自然环境下冷冻的 嗯 而且呢 做炖菜的时候 你看家里面冻豆腐 嗯 好吃 对 不过不管是冻豆腐 还是这个大豆腐 反正都不算西洋玩意儿 嗯 嗯 对不对 随时随地都能吃到 嗯 但那时候平跳 嗯 对 捡豆腐 那叫捡豆腐 捡豆腐 捡豆腐 得平跳 我记得就是83年 我们家还在老房子住的时候吧 父母上班 嗯 因为呢这个 卖豆腐的一般都是推销车 嗯 两板三板 是 就是那车里面 对 因为它是有数的 然后呢 这个大院 虽说叫大院 其实也不是特别大 走几圈 基本上也就卖广了 嗯 上午 十点来中午的时候 嗯 他肯定在街上 他肯定在嘴里腰 嗯 或者弄个唰 对 对 对对 哗哗哗在那儿敲 对 然后呢这一天如果今天想吃豆腐 嗯 我妈就会告诉我 嗯 二啊 嗯 上午想着捡块豆腐 嗯 钱留好 嗯 票留好 对对 这千万不能做 是 钱和票就放这盆里 嗯 嗯 隔厨房放着 嗯 外边只要光光一响 嗯 卖豆子来了 穿衣服拿盆往外跑 嗯 但是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豆腐多钱一块了 是两毛啊 还多钱 我记不住了啊 但是票 有那么贵吗 我记不住了啊 反正就是 票必须得准备好 嗯 而且呢 那都是固定的套路 嗯 就一块多多少钱 用多少票 嗯 拿多大盆装 嗯 那都定好了 你到那时 要把盆往那里递 他就知道 人接过来 爬往那边有个小匣子 嗯 往这一放 用一个扁铲 嗯 铲一块 嗯 我说你 要想那样 都定了 我想的 我想的 说 都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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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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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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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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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栋�